这两天下雨高雄市虽然没有灾情 但是好雨却夹带大量垃圾流入爱河各支流 环保局清洁队赶紧打捞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爱河河面清洁 钟一如的报道 家义市政府警察局地 大雨一停高雄市环保局清洁队人员两人一组 搭乘交罚在爱河面打捞漂浮垃圾 这两天已经清了1700公斤 是平常的三倍 估计还要三天才能清理完毕 环保局说好雨来袭会打开水门保持河道创通 但也因此大雨容易夹带废弃物流入河面 未来会和水利局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环境卫生管理科长孔祥新说 平常都有拦截 这些废弃物就不会轻易流到我们的爱河来了 可是它要下雨天的话 它就一定要开水门 避免我们的雨水排水到积水 造成我们市区道路的淹水 那水门一开的话就丧失了拦截废弃物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 目前我们希望在水门之先 能再用南云南乌所 能把一些废弃物给拦截下来 环保局表示保持爱河河面清洁都会派清洁队员寻查爱河及幸福川河道 去年爱河捞起的垃圾量就有129公噸 今年1到9月也捞了78公噸 大多是鱼湿 油脂污泥 饮料罐 餐盒塑胶袋等 环保局也呼吁大家不要把垃圾丢入道路两旁的雨水沟中 避免大雨夹弹流入河面破坏水质 景广记者中一竹高雄报导